在我身边的是万中期待的 Toyota Veloz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很好奇 这一个 Veloz 跟 Elza 有什么差别 所以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Veloz 还有 Elza 的差别 在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哦 首先在外观的设计部分 Veloz 跟 Elza 就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你可以看到这个头灯主其实是更为防智 更为锐利 然后还有非常粗壮的镀铬饰调 然后整个水箱护罩都是 Piano Brake 然后在这个部分你可以看到这个日间行车灯还有停车雷达 在这边提醒大家 因为这个 Veloz 跟 Elza 它的整个车头设计都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是 cover 不到的 就算你买了 Veloz 的灯要装在 Elza 上面其实也装不到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Elza 其实它的离地高度只有160mm 但是 Veloz 它有 190mm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辆车的通过性会更好 在胶区的话 这辆车其实会更受欢迎 实际上呢 这辆车的销售成绩也不错啦 根据原厂公布的数据 它的累计订单已经超过了 6000 张 就是以这个价钱来讲 我觉得它成绩非常非常好咧 轮圈的部分不仅是设计不一样 而它连尺寸都不一样 在 Elza 上面 顶级版的 Elza 采用的是 16 寸的轮圈 至于在 Veloz 呢 它则是采用了 17 寸 而且它们同样的是这个 采用这个 Toyo 的 CR-1 轮胎 这个轮胎的整体表现都不错 在 Elza 上面我就很喜欢 所以我相信 Veloz 也可以维持一样的水准 这个就期待我们之后的试驾影片吧 就是在原厂的定位中呢 这个 Veloz 其实是一辆 Cross-over 的车型 所以它有着比较接近 SUV 的外观设计 而且在车顶呢 它采用了双色设计 还有一个行李架 据悉这个行李架可以承受的重量达到了 70 公斤 也就是说上面你要载那种船啊 还是其他东西 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适合户外使用 这个车尾的设计乍看之下跟 Elza 很像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差别的 点亮之后你马上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连贯式的 LED 尾灯设计 老实讲玩上看的话这个尾灯其实是更帅的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Veloz 的字样 这边还有一个尾翼 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支援 360 度 环境摄像功能的 在这个急剧的车里面 我觉得 360 度这个摄像功能呢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 因为 Parking 真的可以给你很大的帮助 然后你可以打开这个尾箱 自然它是没有这个电动尾门开启的 然后基本上它的空间表现跟 Elza 是非常的接近 这边只有一个小小的置物格 但是如果说你要更好的置物空间的话 那么你可以放到这个座椅 它就可以倒屏 可以让你承载更大的物品 至于它的 Spray Daya 则是在这边 打开引擎盖呢 这个引擎跟 Elza 是完全没有差别的 同样的是一具 1.5 公升的 Dual VTi 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04 HP 106 PS 峰值率表现是 138 Nm 匹配的同样是这个 Dual Mode CVT 变速箱 所以实际表现呢 它应该跟 Elza 差不多 但是考虑到它的轮圈呢 比 Elza 大一寸 所以这个油耗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作为家庭车来讲 大家应该不会太在意 主要是坐得舒服就好了 在内装设计部分呢 这个 Veloz 跟 Elza 有很多相似之处 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就来讲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个 Steering 这个半速位化仪表 还有这个触屏主机 然后还有这个整个内装设计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细节 首先 Veloz 的这个冷气控制面板 是跟 Elza 不一样的 再来一点就是 其实它是有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看到吗 这个不到一百千的车有氛围灯的设计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这边有这个 Veloz 的名牌 而且这个白色的这个部位呢 其实是软质的塑胶来的 所以其实 Veloz 真的是一辆比较豪华的车 然后关于这个触屏主机 还有一点就是 它不仅仅支援 CarPlay 还有这个 Android Auto 而且它还支援无线的 Apple CarPlay 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还蛮不错 而且重点它不是这个电视机 只是我觉得这个萤幕的尺寸有一点点的小 但是 OK 基本上清晰度跟亮度都还好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 Elza 没有的 注意看这个 Steering 它不仅可以做这个上下的调整 它还可以做前后的调整 这个是 Elza 没有的 当然在于安全配备的部分 你在 Elza 上面看得到的配备 在 Veloz 上面都有 例如说这个 SCC 主动式 定速巡航 远近光灯 自动调节 车道维持系统等等 都可以在这两车上面看到 最后要讲的就是 这边有一个无线的手机充电机座 当然前面这边也是没有一个置物格 但是它在旁边设置的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放手机等等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中央扶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设计部分呢 Veloz 其实是比起这个 Elza 还要好一点点的 最起码这个空间表现是我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这个第二排的座椅 除了这个椅子的材质之外呢 它跟 Elza 也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然后在上面也是有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然后也可以调整风量 前面这边还有两个 USB-K 让你的手机充电 老实讲以我的身高大概是 181 来讲 我坐在这边后面舒适度是普普通通 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的是 因为它更换了这个座椅的材质 所以坐下去 其实这个座椅会比 Elza 软一点点 然后至于详细的空间表现呢 大家可以看回我们之前拍摄的这个 Elza 影片 以上呢就是我们为这个 Veloz 做的新车介绍 大家想看试驾的话稍等 因为我们已经安排了试驾车很快就会拿到这辆车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很快就会对大家带来这个试驾影片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like和分享一下 我们下次节目见 拜拜